七将军将窝刀增加了一掌 窝刀是切勉全部开刃 不开刃的地方 可以磕碰敌兵器 七家军凭一掌之长 剩了窝寇 七家刀是由窝刀改良而来 抗窝民将七级光 在于窝寇斗争轴 发现窝刀虽厉害 但有缺陷 于是加以改良 将刀长加长一掌 且刀头开刃 其余部分皆不开刃 可以磕碰对方兵器 还可以手握 变长刀为短刀 之后 七家刀凭借此一掌之长 大败窝寇 还研究出独特的刀法 如影如响 结合刀本身的特性 许多人看到死兵器 都惧怕三分 明朝万历年间 窝寇被消灭后 天下太平 朝廷解散了七家军 七家刀自然也销声匿迹 在这个双叶城里 有四大武林家族 凡是有人想开宗立派 必须通过四大家族 设置了四道门的考验 此时 两个打扮成乔夫的神秘人 前来挑战四道门 二人抽出长刀 几招就打败了 第一道门的守门人 去往第二道门的路上 两个守门人 二话不说便让他们砍来 左挡右砍之间 年纪稍大的 不敌对手 败下阵来 年轻下的梁恒路 几招便将守门弟子打倒 于是他一人 继续前往第三道门挑战 这事在看见他手上拿的 是类似窝刀的长刀 第三道门的两个守门人 一同出刀 梁恒路一个阁挡 一个转身杀掉一人 接着又是一刀 凭借手中刀的刀长 打败了守门的第二人 接着他来到第四道门 不料一只冷剑射来 他反应迅速 冷剑只是穿了他的斗笠 回头看是一老者 带领弓箭手围了过来 此人便是城里的掌权人 切老 在一种弓箭手逼近之下 梁恒路一步步后退 梁恒路说到自己想开山立派 希望能得到个公平挑战 但切老一心认为 他用的是斜刀 乃倭寇使用 非但不同意他创立门派 还让梁恒路断刀 才能饶他一命 梁恒路见无法再弹 只得趁机逃跑 切老抓住受伤的老刀客 逼迫其气技毁刀 老刀客宁死不从 一直解释说这不是窝刀 而是七家刀 并且究其根源 窝刀本就来源于唐刀 怎么能是斜刀 明显的知亏啊 切将军 让我们有窝刀 是一笔之刀 还之笔之深 切老听到人无动于衷 根本不信七家刀直说 出用中土兵器组成的鸳鸯阵法 才是阵刀 七家刀只是抗击倭寇使用 如今倭寇早已不复存在 七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老刀客不再与他争辩 只说 跑了到梁恒路还会回来的 另一边 梁恒路逃至一艘游船上 四大门派一番打停后 得知他的藏匿之地 便立刻集结包围了游船 见此情形 梁恒路拿出银子 让武女赛兰代替他留在游船 声东击西一番 自己则打算去营救佐老刀客 为了挡住四大门派 他用刀鞘交了赛兰一招 如想 先将刀鞘伸出门连外 然后等敌人攻进来就行 只要听到武器碰刀鞘 用全力将棍尾抡出去 此时四大门派正派人攻船 没想到 梁恒路和赛兰隐学会 便出发去救老刀客 天亮之后 武女赛兰凭借这一招 打败了所有攻船的人 四大门派眼看颜面尽尸 只得请来第一高手 囚冬月 他一眼看出赛兰所使招式 乃是如影如想中的如想 这招式是七家军的绝招 此招曾大败握扣 因此囚冬月断定 船内之人绝不简单 为了维护四大门派的颜面 囚冬月决定出手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个第一高手也被抬了出去 另一边 梁恒路趁监狱守备空虚 救出了老刀客 没想到老刀客却放弃了建门力派 一开始他想为解散的七家军 厉害的七家刀真的名分 可现在他却只想好好活下去 还让梁恒路也放弃 梁恒路听到火帽三丈 他是以老刀客为信仰 才和他一起挑战四道门 结果老刀客却提出了放弃 梁恒路看无法劝下老刀客 便决定自己先去挑战 给七家军七家刀一个名分 说完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梁恒路回到游船时 正巧切老准备出手 切老使用的是一根太师鞭 可看架势就知道 他没多大把握 果然 本可以杀死的只差半寸 剩余森大门派话 使人看到此情只能让步 当众承诺 只要梁恒路打得迎刺到门 便同意他以七家刀建门力派 听到这句话 门链下了刀翘慢慢收了回去 不一会儿梁恒路走了出来 他的行动终于换来了公平 第二天 再回到片头的四道门 因为他之前打过前三道 所以直接来到第四道门前 第四道门的守门人不是别人 正是双叶城第一高手 朱冬月 鄙视之时 梁恒路下蹲拔出弯刀 急步来到朱冬月面前 只见他抓住刀身 长刀立刻变为一把短刀 他摆好攻势模样 朱冬月看到此景 深深地佩服七家刀的奥妙 但比赛终究是比赛 他拿出自己的双枪 还不忘提醒他 不要看我的枪 要看我的脚 说完 朱冬月左右躲步 飞舞双枪 梁恒路也左右拧身 摆出防御样子 二人闪身 调转了方向 梁恒路又抓住刀柄 短刀又成为长刀 急步朝到朱冬月面前 劈砍下去 朱冬月两步就躲闪开 二人又开始来回躲步 互相试探 你出一刀 我出一枪 梁恒路时而用长刀 时而用短刀 高手对决往往就在一瞬间 朱冬月两支飞枪过去 一枪挡住长刀 一枪制住梁恒路 梁恒路只得外下阵来 朱冬月看到此景 说他输在功夫上 并不是输在刀法上 他将一把长刀收入武器库 同意他以七家刀立门派 将另一把让梁恒路带走 用七家刀行走江湖 纵观电影始末 七家刀立门立派是完全没问题的 首先是这个刀的起源和作用 它对于国家太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它的厉害之处更是有目共睹 加上如影如想的绝技 让七家刀在武器排行榜上 必能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再回到电影 写实的武斗 写一的镜头 克制的台词 满篇的欲望 如影和如想 欲击而必杀 这不是武侠片 这是武打片 一招一试皆是隐和 一招一试皆有依据 不像参杂特技和特效的动作片 这部片子绝对是功夫爱好者必看的片子 只要你个打人一打一个准的法子 让棍头伸出门外 闭上眼睛 让着敌人的兵器来通 只要听到棍头一响 不要争言 全力将棍尾蹲下去 这个手拍摇 手拍摄 我 女人 qui 大人